要花上一段時間 目前最新的筆數並沒有變化 拜登是238張票 川普213張 是亂慢的是落後的狀態 不過呢 這次的選舉呢 是從台北時間的4號的上午7點 就展開了開票作業 這票一如預期真的開不完 持續到了第二天 也就是現在美國時間 11月4號的早上 繼續開票當中 怎麼開這麼久呢 先前就有說到 主要是好幾個搖擺州 都是有大量的郵寄選票 不僅有些是根本就還沒寄到 有些是來不及開完 不過都很有可能會影響最終的結果 來看到目前上面的這個地圖 上面呢 有顯示這個州的名字的呢 就是目前還沒有開出來的地方 一共還有87張的選舉人票 其中包括了很關鍵的搖擺州 來分析一下 其中呢 這邊看到了 這邊是6張票的內華達州 目前是拜登領先 但是他的票還沒有開完 要持續關注 不過基本上應該是由拜登來拿下 另外來看到的是10張票的 威斯康星州 還有密西根州的16張票 這兩個州呢 現在被視為是制勝的關鍵了 因為原本川普都是為伏領先 但是現在拜登翻轉了 在密西根州呢 目前那個拜登是以0.3%超越川普 另外呢 在這個賓州還有20張票 北卡15張 喬治亞州16張 目前是川普領先 但是還很難講 因為很多的郵寄選票 根本還沒有送達 其中 賓州的開票比率更是不高 他們州長更說呢 有百萬張的票 根本都還沒到 所以這些州 誰勝誰負真的很難講 票冠向誰 誰可能就會拿下勝利 現在情勢 為什麼會這麼的混亂呢 來看看這個 美國的郵政總局 甚至驚傳 有約30萬張的郵寄選票 行蹤不明 沒有辦法完成投票手續 這些選票來源地 擴及了12個州 其中就包括我們剛剛提到的 搖擺州還沒開出來的地方 喬治亞州 威斯康星州 賓州等等12區 這些票都還沒有送到 美國郵政總局呢 因此也趕緊宣布了 美國法院訂定的郵寄投票 截止日期 為了要清查 跟趕緊找到這些選票 但是川普就不樂意了 也心急了 他說不用了吧 我們要停止計票 我可不想又蹦出了一堆選票 還要求說最高法院 應該來下令停止計票 不過拜登陣營 馬上就回擊強調 這計票不可以停止 每張票都要票票入軌 每張票都要算清楚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大家在糾結的 就是郵寄選票 而過去大家都知道 郵寄選票大多都是 投向給拜登的 川普當然就不樂意了 好 剛剛提到 在這個美東的部分 有多個搖擺州 現在票都還沒有開完 包括密西根州跟威斯康星州 現在都是關鍵中的關鍵 除了這兩個州之外 我們要來關注的是 有20張選舉人票的賓州 賓州它的影響力 當然很大 現在呢 剛剛這州長也宣布了 超過150萬張的郵寄選票 都還沒有算 尤其呢 他們的郵寄選票規定 只要郵出在3號前寄出 並且在6號前收到都算數 因此賓州如果選票太接近 就得等到6號才會有結果 你相信這個 在寶寶中有多重要 川普甚至選戰前一天 還在指控賓州州長可能做票 川普的指控也立刻被賓州州長駁斥 川普目前在賓州的計票的確領先 不過支持民主黨的選民 比較喜歡郵寄選票 因此賓州的票數仍難以論斷 而且賓州規定選票只要6號前寄到 都可以列入計算 拜登對郵寄選票充滿信心 他也自稱能夠拿下賓州 我們知道因為不準確的 早前選票和賓州選票 會花了一段時間 我們必須要保持 賓州還有上百萬郵寄選票 尚未計算 再加上6號前 還會陸續有選票抵達 到底川普在賓州的戰時領先 會不會只是錯覺 美國總統大選的勝負 似乎還在未定之天 記者號月珠綜合報導